268大公布,外資、中央救市會成功 2015年7月10日要問A01大公布信 對於A股近期救市舉措,外資行均與以肯定 信銀國際首席經濟市兼研究部總經理了群作日表示 中央政府救市不成功的可能性很少 但亦不代表後市會立刻飆升 他並了A股需要一至兩個月時間盤整後風能期穩 廖群指出,今次股災將對內地消費及投資造成影響 程度需視乎行程持續時間 此外,6.8%至6.9%的經濟增長是監管層的底線 但由於目前出現股災 他將內地今年經濟增長預測由原先的7.1%下調至7% 但仍對A股市場存有信心 崇銀董事總經理斯班烈認為A股最危急時刻已過去 但短期震盪仍將持續 大盤昨日出現大張 他認為與各部委聯手撐市密切相關 如今股災已被有效控制 並不會波及至實體經濟 他並看好大盤藍籌股 認為板塊股值合理 創新能力較中小股公司也不相上下 施斌表示 雖然近期兩融預額以從2.7萬億元人民幣下跌至1.4萬億元水平 但後期回落依舊不可避免 從長遠來看 他認為此次股災有利於市場健康發展 對削減投資者非理性投資熱清 以及培養正確投資理念有積極作用 面對6月份活港通的淨流出狀況 他表示 只要日後股的更惠合理 A股對境外投資者的吸引力仍不容小inating A股對境外投資者的吸引力仍不容小笑 жlll$ 4.50